好 这是我们的多功能 八合一 胖花机 首先把电源打开 这是一个三合一 温控 时间 还有技术三合一开关 首先我们按一下这个ICT键第一次进入那个温度设定状态 此时这个5P代表的是温度 我们向上按那个向上键头来增加温度 也可以按这个向下这个往下键头来减少温度 一般是220度 我们现在测试一下就不用再是那么高的温度 然后再按一次 是进入时间状态 此时可以按向上键头来增加时间 也可以按向上键头来减少时间 一般设30秒钟烫生化烫 然后再按一次就是完成那个设定 这个是技术技术器 当我们完成一次技术之后呢 它就会自动计算一次烫化 好的 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机器 我们来拆装一下机器 首先呢 这是一个发热板 我们要把它关掉 把这里 把这个航空插头取掉 取掉之后呢 把发热板 把这个螺丝刀呢 把它送一下 这个是一个滑槽 它可以滑出来的 我们把这个螺丝刀呢 把这个螺丝刀呢 松掉就可以了 这个是一个滑槽 它可以滑出来的 我们把这个螺丝刀呢 松掉就可以了 就可以把这个取出来了 非常方便 这个下面是这样子的一个造型 嗯 好 我们现在这是一个烤帽子的一个配件 我们把它这个螺丝刀呢 对着这个螺母进去 然后固定就可以了 扭两下固定 然后把这里拧起来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推进去 这个是一个 呃 我们的一个烫帽子的一个部件啊 因为它比较烫 然后把它推起来 也是一样的 先把它推出来 然后再放这个配件 也是一样的 先进到这个踢槽里面去 然后再拿这个螺丝刀呢 拧一下 固定起来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航空插头呢 插起来 这个这个地 这个孔位必须对到里面去的 或者里面也是有一个地方可以对到的 到的 不可以对偏 对偏的话就进不去了 然后把它拧起来就可以了 好了就可以了 温度和时间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跟刚才是一样的 好 我们 啊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来测试一下这个 超微自动倒计时的 好 完成之后呢 这个鱼音乐 然后把它关掉 然后弹起来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再测试一下这个 这个烤 烤杯子的 关起来 直接把这个航空插头 用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幽槽对到里面就可以了 这里面有个幽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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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样的兑议时就可以了 然后按在这里也是一样的 按第一次进行那个就是温度设定 第二次呢 时间设定 按那个向上镜头来增加和减少时间啊 然后再一次就完成设定了 好的 关掉